我都找你一天了 你上哪去了 都急死我了你 你吓死我了 你别这样 你这样你说我这心里也不得劲 你说你出啥玩意儿 我不着急 我不怕你出事吗 哎呀我能出啥事 这不没事吗 一万块钱的呀 其实我要跟你说你得信我 今天你不让我还房贷吗 然后我走到咱家那个胡同门口 那地方我就看你给老太太摔倒了 我就给送医院 你送医院之后吧 我这个交了一万块钱住院押金 你骗谁呢行啊 你听我说他不信我 他根本就 哎哎哎 不是你说 那位女官军确实是他做的 就是他 我那钱包也是他捡的 小万 你信你刚哥不 我信你哥 小万呢 你信刚哥的 这些事啊都是小王干的 那你们要都这么说的话 这事我信 老公你也是的 你说你这么伟大 你干了个大好事 你咋不跟我说呢 想跟你下家都不把胡了 你就是这样 这事你回家 我爱你都爱不过来的 你谁也信你 那玩意 一万块钱不没了吗 哎呀那倒不是事 下雨我多买点木地 啥不出来了 太感谢了 真感谢感谢你们 刚哥 主要是谢谢你 哎呀我的天的刚哥 以后有啥事 你就直接跟我说 都不是外人 这么点刚哥 我给你留块好木地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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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 那两个钱刚哥 现在还用不上 这话让我说 早晚用得上 哎呀哎呀我又妈呀 这不是小王吗 啊 快来看 上网络头条了 急询一位好心人 将老人送到医院后 垫付一万元医药费 消失在人海中 家属急询并有重谢 我了 我了 他真是你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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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花钱以后 我每个月给你 涨40啊 太够意思了你 找我这样 媳妇啊 相复去吧你